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能否迈出人生的关键一步 曾经坐拥千万资产 突然之间附带累累 我只想知道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经历了如此地当起伏的戏剧般的人生 高一峰现在又在从事哪一个项目呢 他会成功吗 一个浪漫的文艺青年如何在短短的几年内 变成了一个千万富翁呢 人生不怕清零 就怕没有从中带来的勇气 牛兰山二锅头 邀请本期主学 我看您手上还拎了一个东西啊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带来的礼品 不是烧卖 就是包的 你就错了 创业的人 他恰恰是出其自身 反其倒行之的 里面肯定不是吃的东西 但是肯定和当事人有关系 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我让您看一下好吗 好啊 不会是吃的东西吧 他真是吃的东西 还有下面还有一个 观众也可以大饱口福 我们也带来了 分给观众一些好吗 最好是个包子好了 我这跟他俩不一样 对 我这个是馒头对吗 不是也是包子 小点心包子 为什么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黑米 竹炭 现场的观众 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啊 来哪位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感觉这个 就是它的皮挺细腻的 然后它里面的馅 也是很 味道很纯正 非常特别 我给你吃的是一款 对 感觉一点像榴莲 对吗 对 在我们品尝各种馅的包子的同时 我们接下来要品味一下你的人生了 今天的主角就是你 高一锋 我是高一锋 卖包子的 穷光蛋 千万富翁 我身上标签有点多 我们从头说起好吗 好 就从我这头上的白发开始说起 那位朋友笑了 说大叔 您多大年纪了 头发白的很正常 是不是 说你的头发白了 为什么现在不染黑呀 是为了赶时髦吗 我告诉你 我的头发是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 全白的 我不把它染黑 并不是因为要赶时髦 而是为了时刻的提醒我自己 不要忘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1987年底 我怀揣着梦想 和借来的三百块钱 从我的家乡 安徽 来到了海南闯荡 一年以后 我认识了一个北京大哥 借给我了五万块钱 我就在海南呢 开了一间能容纳一百人的小歌厅 从此 开始了我的创业之路 我是一边开歌厅 一边做贸易 做中介 炒房子 炒地 炒股票 几年的时间 赚了不少钱 1993年 我做了一笔生意 帮助别人成交了一个 五万平米的地产项目 仅仅用了五天的时间 我就赚了两百八十万 可能我们在座的听了百万 在现在来说 可能觉得也不算什么 但是 你们要知道 那是在1993年 93年的时候 我们国内的普通职工的工资 一个月 也就是二三百块钱 那也就是说 我这笔生意啊 要让普通工人和职工 要干上五百年 有了这么大一笔收入之后的 我就扩大了经营 一百五十平米的小歌厅 也变成了两千平米的娱乐城 那当时我的娱乐城呢 生意是特别的火爆 最好的时候啊 一天的营业额 能有五十多万元 生意越做越大 我的全国开了五家分店 也开上了百万元的豪车 住进了带二十四小时温泉的海景房 资产达到了千万元 正当我躺在我的娱乐王国里 享受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1997年 受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影响 加上我的盲目扩张 以及我的管理不大 多种原因吧 我的企业崩盘 倒闭了 我从一个千万富翁 转眼间 就变成了一个 负债数百万的穷光蛋 那段时间 天天有人上门催债 还有人威胁 要我的戏目 我电话不敢接 人也不敢接 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在我的世界里 已经没有了白天和黑夜的这个概念 就这样 隐隐约约 有了不安的预感 所以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在电话里 听着他的声音 我心里在想 我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吗 我不能就这样走了 我要勇敢的 面对现实 为了他 为了我的家人 为了 关心我 支持我的朋友们 我绝不放弃 我绝不想命运 低头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 和超复合的工作 我病倒了 被送进了医院 他来到了我的病床前 拉着我的手 对我说 你要好好地 想开凉 你来海南的时候 不也是一无所有吗 你有手有脚 你还会唱歌 我相信 你一定会 重新站起来的 现在你最主要 是把身体养好 你一个人生活不行 我来照顾你 让我 嫁给你 在他的 气心照顾下 我的身体 慢慢地恢复了 回到家乡 我开始寻找工作 近十年的时间 我干了很多的工作 我做业务员 拉广告 卖瓷砖 卖家具 卖门窗 推销酒 开出租车 只要是能赚钱的工作 我都会去做 到了2006年 我开了一间 17平米的小包子店 当时店里呢 只有三个人 我 包子师傅 还有一个小工 那段时间 我每天凌晨两点起床 来到店里 发面 醒面 拌馅 打豆浆 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看到 顾客 对我的包子的认可 对我产品的认可 我这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 天黑了 我脱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家里 说眼前一堆的 一毛 两毛 一块 两块的营业额 久违的 那种 生活中的踏实 又回到了我的心里 比我当年数几万 几十万 我都要高兴 当然 从千万富翁 再到包子店小老板 当时的时候 我的落差呀 也还是很大的 但是我想啊 民以食为天 小产品 小产品 大市场 职务有高低 职业没有贵贱 我是一个创业老兵 年过半百了 我还在 为自己的梦想 打拼 我坚信 人生不怕清零 就怕我们放弃 跌倒了不要紧 大不了 从头再来 谢谢 我特别想问 97年的时候 你欠多少钱 几百万吧 那你97年到2006年 做的那些工作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那时候一个月 挣个一两千块钱吧 你欠了几百万 对 一个月挣一两千 对 怎么还呢 暗呼天日 这日子 是 这不但是还钱的事情 还有一个心态的问题 赚过大钱 见过大钱的人 你回到了老家 你想从此在东山站起 结果 从几千万 去赚几千块钱 你心里当时的 这种感受是怎么样 开始会有一些 这种落差吧 你那时候 你比如说你去开出租啊 一个月就赚一两千块钱 突然之间 来了一个 啊 夹着一驴盘的包 对吧 往你那出租车上一坐 开快点 小费 小费对得起你 开快点 那么咱们也得 你得有职业道德 你是开出租的 你就得服务吧 你别忘了 以前你是赚了 赚了几百上千万的时候 那时候来一假的款 往你车子上一坐 老板 一看您就是 特别有福相的人 您要去哪 您说哪 那消费高 去哪 那我带您去 你说哪消费 我问你干嘛 你这一个月一两千块钱的人 你知道哪消费高 那我跟我同行打一电话问一下 这时候大家记着啊 我家这一假驴盘的包 我坐在这 他可是挣过几百上千万的主 而且如果你碰到一个曾老板 数字不高的 就像我这样 我坐在车里 哎你干嘛干嘛 开得快一点 我出不清钱 你干嘛 你怎么办 那咱们是干净 咱们也得忍着呀 是吧 还得陪着笑脸吗 你你不会跟我定嘴 不会 马上我跟你说 左转左转 有没有人多了 我跟你说 干嘛 赚这点钱乱死了 你 你会怎么样 你别生气 别生气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我给你左转 你碰到过这样的组 是啊 那肯定啊 你在人的生活当中 您是再大的大款 可是人不认识你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是 所以你其实心态会调节的很好 对的 没有问题啊 对 你是在安徽哪里出生的 我不是出生在安徽 我父亲是部队的 所以转业到了安徽 到了安徽 在安徽哪里 父亲转业是在安徽的马鞍山 所以你在那长大 就几年 然后十三四岁我就去了 离我们家乡比较远的 那个同龄那个地方 同龄 我在文龄团里边 我是曲艺演员 你还进过团体 对是 你在唱歌这事上挺有自信的 是 你是系统学过吗 我学过啊 我 怎么学的 很小的时候 我就爱唱歌 那个时候我们是唱京剧 你就知道啊 我唱京剧 我老生 后来以后呢 学唱明歌 我特 那时候特别喜欢 听那个 这个明歌 唱明歌 在文龄团做了多久 在文龄团做了七年 刚刚你说到了 小时候你对自己唱歌 就很自信 我们有例子可以证明一下 是吗 就在96年 他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 有位 春晚 我们来看一看好吗 大家看一看这个 有时九月九 初遥连难举手 思想的人 在乡 飘留在外头 有时请又旧 愁愁愁 请问又 回家的打算 十足在心口 亲人和朋友 去起飞 到满酒 迎接着香愁 最高的家门口 上春晚是很多人的梦想 期待有这样一个机缘 能够走到这样一个大的舞台上 在年三十的晚上和大家见面 所以可能大家都会很好奇 你的机缘是从哪来的呢 因为当时呢 那时候我已经在海南了 在海南以后呢 通过一个朋友 就认识了我的艺术上的一个贵人 我的老师 我当时呢 跟富林老师相识之后呢 他就把我带到了北京 然后在95年的时候呢 我就出一张自己个人的一个专辑 叫《路易中生守口律评》 这个专辑 有一首歌 曾经在中央电视台 那时候又每周一歌 一个星期都放这一首歌 我之后有一首歌呢 连续放了一个星期 是你的歌 我那时候是每天听那个每周一歌的 对 那首歌呢叫《老家》 周边海角和天涯 一路上有烈日风沙 后来以后这首歌呢 因为在中央电视台经常放 春暖它每年它都推新人 在我们那时候出于新人 就把我们几个行人放在一块 就唱了这首《九月九九》的九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多好的机缘 如果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未来也是不可限量的 而且是不是一般的文艺青年 你那时候已经是展露头角 你是87年到海南的 对对对 那年你多大了 那年我26岁 正是年轻的时候 追寻梦想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个时候海南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 很多人都在那追寻自己的梦想 对对对对 你都做过什么工作呢 刚到海南的时候 刚开始去的时候呢 因为找不着工作 跟着大家一块卖报纸 然后摆地摊 然后呢 做这个工地里上 做小工 后来以后呢 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 开始做服务员 这个状态大概持续了多久 你才借到钱开歌厅了 那一年多 将近快两年的时间 你的这一个小的歌厅 又是怎样从五年时间 把它壮大成一个娱乐城 而且在当时赚到上千万 当时上千万就相当于 现在的几个亿 那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 还不是那么激烈 而且呢 它这个 消费各方面也比较好 收入也比较好 刚才说一天 最多是一天 银额有五十多万 五十多万 当年的金额五十多万一天 对 是 所以说 有这个平台 我们认识了很多人 有很多机遇 我刚才说 你可以做一些贸易啊 南北的货 你做一些中介啊 做一些介绍 海南那个时候其实在这个经济方面是非常发达的 对 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啊 做商业的机会 对的 刚刚我听到你在演讲当中提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在你最落魄最难过的时候来到了你的身边 给了你无尽的安慰和支持 就是你的爱人 是 我们也把他请来了 有请 欢迎你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我姓钟叫钟叶 我是上海人 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父亲原来在上海 后来到那个安徽 所以跟他们认识了 对 然后有了这个机会 我经常去安徽 然后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 我听到唱歌来着 就喜欢他的歌声 对 然后我们就留了电话 你觉得他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 我用三个意思来表达他 一个就是说他属于那种就像名字当中的那个飘逸的意 就是特别洒脱 特别飘逸 特别没有过不了的坎 就是特别有文艺份的那种 还有一个意呢 就是特别仗义 就心胸特别宽广 特别爷们的那种 还有一个意就是意味的意 因为我觉得只要他认定的事情 他会很执着地去做 永远不会放弃 恕我功利 你在喜欢这个男人的时候 喜欢他的这一个文艺的素质 多一点 还是他的经营商的这个能力多一点 作为女孩子刚开始的时候是喜欢文艺 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 我觉得男人要有智慧 要有想法 要有报复 也就是说你当时也认为这个男人会赚钱 不是赚钱 我觉得他是有报复有理想的人 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人 可是中叶 但是当你决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其实破产了 是最糟糕的一个状态 而且欠了很多钱 爸爸妈妈能同意你的选择吗 本来就没同意过 就一直反对是吗 因为上海女孩们可能对女婿要求稍微比较高一点 而且看着我个子还比她高一点 因为你是一个上海女孩 长得你看亭亭月历 而且那时候她已经贫困潦倒 你居然提出要和她结婚 大难临头各自飞 在这样的状态下 你是离开她躲之不及的状态下 你反而去靠近她 去温暖她 要嫁给她 你当时怎么想 我相信我的眼光 因为我是看着她一点点打拼过来的 我觉得最主要是人要有想法要有抱负 一点点自己都可以做起来 这个都没有关系 你刚才说那三个意思 飘逸 然后仗 然后还有毅力 您刚认识她的时候 那个91年 93年到97年 她当然飘逸 咱有钱呢 她当然仗义 仗义得输财 咱有钱呢 你瞧她刚才 遇到那家 甲包那小老板 你瞧她 她还仗义吗 她还飘逸吗 直道歉 对吧 遇到那岁份大点 那个赶紧给人左转 那仨意思没了 不会 我相信她骨子里一定才有 我问您一丝份 从云端跌到谷底 您作为枕边人 没听她叹过气吗 有 她叹气的时候 她说什么 叹气的时候 叹完了就经常唱歌 啊 她唱什么 她还有心思唱歌 唱从头再来 唱从头再来是吧 哎呀来一个 哎呀来一个 太两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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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若在 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尘埃 嗨嗨 嗨嗨 坦成败 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你有没有看过气 肯定有 我是00年生的小孩 然后生完小孩呢 全是我家里父母帮着带的 奶粉啊什么 全是弟弟妹妹帮着买的 奶粉钱是孩子他舅舅给的 是 然后你回到上海 你去老婆的父母面前 然后去拜个年什么的 那时候你抬得起头来吗 你去的时候有白眼吗 白眼都没有 但是我自己觉得特别别扭啊 别扭 对他很别扭 然后这时候你老婆 你老婆是怎么说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去斗达人飞飞 我已经帮助过上千位网友去斗成功 还大家一张干净白皙的脸 做回自信美丽的自己 如果你还在为斗斗烦扰 现在就加我的QQ 四七九三三六九三 让我来告诉你如何轻松去斗的秘密吧 记住哦 QQ 四七九三三六九三 他还比较那个就是尽量的避免这种场面 哎姐姐 离婚得了 真的 我外上哪有本人他都出不起 咱家在上海这么多亲戚朋友 就弄的就跟你嫁过去似的 真的我家里亲戚真有人这样跟我说 还是呢 你放心 我们当时有一道歌我扭头都给你介绍 都赢了得了 我这节目我跟你说 真的有 有吧 有 怎么办 嗯 还是我比较坚持 在这样的状态下 你依然相信这个男人 因为他知道有今天 对 所以其实高先生 我想你东山再起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 跟嫂子他无声的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 对不对 是是是 他没有要求你未来会怎样 但是他不离开你 在所有人都反对的时候 还坚持默默的在那守着 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我听说你为他写了一首歌是吗 是 那这歌叫什么敏儿 你是我幸福的月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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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空里一个月亮 清晨宁静暗响 你和他一模一样 温柔忍耐坚强 我带着满身的伤 回家的路走得凉强 看见你站在路口 伸出手眼里满是泪光 我太平常 每天只顾自己风光 我太平常 眼泪流进你的心房 你爱着我 你爱着我 情愿有我任性闯荡 你爱着我 安心等我回你身旁 你爱着我 姐姐姐 我决定了 外甥奶粉还是我买 你就跟他过一杯了 谢谢 高一芙芳才的歌声 深深的打动我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此刻我真的看到了 夫妻的真情 我真的看到了夫妻的真情 当年高一芙你看 在你落魄的时候 这个女人 她义无反顾的陪着你过苦日子 今天高一芙又成为了千万夫妻 你能够一路既往的陪着这个女人过好日子 所以我在想 我们电视机前太多的家庭太多的夫妻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都会为你感动 谢谢 非常地不容易 我想人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跌宕起伏 才会让你觉得回味无穷 我们说说包子的事吧 做了那么多职业 虽然挣钱不多 但是一直在尝试 为什么到了包子这儿 你就决定停止 就是他了 到第二次想创业的时候也有很偶然的机会 我们家里有个人 有人是做包子 给了一个配方 而且包子我们知道这个创业的门槛比较低 我看你那个包子店开了200多家是吧 我们线下的传统店 200多家 200多家 那营业额呢 营业额一年在这块来说几千万吧 哇 关于你那包子我特别想问一事 刚才我觉着那包子馅很有特点 那包子馅你怎么调的 这就是商业机密了 对 你不能告诉他 否则的话 你的竞争对手就是他 不是他也去开二次加200家 他有秘方 你那包子馅还有秘方 不但有秘方啊 而且呢我还有专利 哦 什么专利啊都是 嗯 这个就是包子的保鲜技术的专利 哎呀 那包子的保鲜技术有什么绝密之处呢 不能告诉你 他这一个才是真正的核心的商业机密 因为他要全国销售的话 那个保鲜太重要了 因为时病安全 我们现在多等大事 哎哎哎哎 我要不说你没心没肺的 都吃过了你吃不出来啊 你那包子两成皮好吧 你那包子两成皮 我刚才吃了半个 我仔细看了一下 真的 他那包子两成包子皮 哎这两成皮 有什么说法吗 两成皮呢它主要是这么一个 就是 就让它的这个水分能锁的时间更长一点 嗯 我们特别理解 我觉得关于商业的这个秘密 我们就不多探究了 还是说到人生吧 嗯 其实刚刚你在说那段演讲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年轻的朋友听得特别认真 而且不断的用掌声打断你的演讲 是因为在那些真实的人生的磨难当中 让很多人得到了一些启示 也许我们年轻的朋友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经历 但是你的故事会给他们未来很多 在迷失方向的时候 像一盏明灯一样照亮他们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老高 你人生两个地方特别特别成功 第一个地方 你从头再来 你敢从头再来 第二个 你娶了个能共患难的女人 这是你人生我两个人最成功 我们都是同类人 我们都是男人 即使你今天告诉了天下男人一个道理 我们男人可以被打败 但男人绝对不能被打倒 你永远不会倒 谢谢 我喜欢你写给爱人的那首歌 我唱出了无限的深情 我想他懂你 你也用这首歌告诉他 你一直都懂他 我知道你还有一首歌 在这个时候应该唱给所有的年轻的朋友 和可能在经历人生低谷的朋友听 这首歌的歌名也非常好 你说给大家听吧 永不低头 谢谢 永不低头 难道注定这样的结果 永远不像命运低头 永远不像命运低头 其实人生就是和自己战斗 永远不像命运低头 相信泪水它不会白流 永远不像命运低头 哪怕容颜苍苍苍苍苹 隐似白首 永远不像命运低头 我要挣脱枷锁 向天怒吼 大家好 我叫孔祥甘 今年我54岁 我看你今天模仿的是卓别林 你这样做风险很大 你卓别林太难了 我觉得你最难得的 就是把杂技揉进这个 卓别林的喜剧表演了 演作梦 我都在想弄模仿 卓别林杂式的表演 嫂子 这梁别人做的真实 真的 我建议你啊 别演 跟你老子一块把梁别做好 不忍心放心 那句俗话说得好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必然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今天 这对夫妻再次印证了这句话 用他歌里的一句话来 永远不像命运一头 人生是一场同自己的战斗 高一峰今天告诉我们的 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和一个励志的人生的道理 自己战胜自己 是人生最宝贵的胜利 而高一峰他就是这样的胜利者 不愿者成功 BGM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